各位朋友大家好 我是陳美玲 大家好 我是陳美玲 最近我在香港出了一本新書 是我第一本中文書 名字就是 五十個教育法 我把三個兒子送入了史丹福 這本書原本是在日本出了 然後翻譯後是在香港出的 今天我想教大家用日文講這個名字 是比較長的 我先講一次 是不是很長 那我先去解釋一下 五十個教育法 就是等於五十個教育法 三年的息子就是三個孔子 然後 然後我再講一次 第三 sociedades 三人之星子 後來 五十個教育法 在香港出現 《充電器公司》 文字十字幕 《勉強》 《充電器公司》 《空充電器公司》 《充電器公司》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